人生的崩潰是共产党倒闭的绝对不可缺的条件 共产党不管建多少火葬场 建多少没有医生的超级医院 他都不能解决老百姓吃饱的问题 接下来中国最大的灾难就是粮食灾难 中国过去几十年来最不公平的一件事 很多人都没说过 是什么中国的粮食价格 全人类上只有一个国家 就连委内瑞拉都没那么做 就连到非洲国家那么做 粮食价格由国家一党控制 完全不允许市场化 中国黑鸡疗一出事就是辛亥革命了 整个事就是民国时期的前期了 粮食出事就在黑鸡疗 东北的化肥现在越来越贵 东北的农药越来越贵 种一亩地下来 你不打农药不上化肥 你不可能有收成 见过这个国家吗 化肥农药是党控制的 根本没有别人 这叫做垄断 这是共产党统治中国的 最大的一个核心问题 对中国社会最不公平的 中国农民最可怜之一 就你的劳动结果 你的剩余价值 生产价值 全被他给剥削了 而且你将一生中当他的奴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